第五章 反宗教改革与三十年战争 1556年10月 遭受子痛风之苦 为老先摔的查理五世 突然大彻大悟 把西班牙王位让给了儿子 菲利普二世 并把帝国交给了弟弟 罗马国王费迪南 而后他归隐顿入 位如位于爱斯特雷马杜拉的 圣热罗尼摩德 优斯特修道院 直到1558年去世 第一节宗教冲突 在奥克斯堡宗教合约签署后的几年里 天主教和新教 在德意志相对和谐的并存着 在很多地区使用同一所教堂 并在地方代议机构中开展合作 这两种宗教的信徒之间 通婚的情况也很普遍 但是这种和谐共存的局面 很快便被打破了 1545年至1563年的特兰托公会议 于1564年1月颁布了其决议 特兰托会议信纲 在天主教会与新教会之间筑起了一道深沿的壁垒 信纲规定 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是唯一的正点 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也叫做圣经通俗译本 拉丁通俗译本 拉丁通行本 它的旧约部分是 泽罗姆从383年起 以西波来圣经为依据翻译教定的古拉丁文译本 赤经真部部分 译字72字希腊文本 新约部分参照古拉丁文译本而改译了 八世纪末为西部各教会所普遍应用 13世纪开始被称作通俗本 特兰托公会以后成为本书的专层 就是通俗拉丁文本圣经 马丁路德的维经主张遭到了谴责 他的德义本圣经被宣布为非法 信纲规定 圣事职能 只能由教会和教室担当 俗人不得跃行 与新教徒只接受三种圣事 也就是洗礼 监证 神品不同 特兰托公会议规定 圣事有七件 也就是洗礼 就是圣喜 监证 告诫 圣体 宗父 神品 和婚配 天主教主张 凡诚心领受圣礼者 均可获得基督的宠爱和保佑 而新教徒则认为 个人的信仰才最具决定意义 非信教者接受圣礼 凡有不良后果 特兰托公会议肯定了炼狱和对圣徒 圣徒遗物和相等的求告 从敬 进一步加深了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鸿沟 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伊纳爵 罗耀拉 在罗马成立了德意志与匈牙利公学 公学是依照伊纳爵 罗耀拉奉教会朱里奥三世的命令成立的 旨在培育来自当时由德意志人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 有意晋升斯多的人 很快成为欧洲东部地区地方教会的重要依托 严格按照特兰托公会议确定的正统思想 培训讲德语的牧师 以图把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人 重新拉回到天主教的怀抱 此时的德意志分裂成为三大排他性的宗教集团 即天主教派 路德教派 以及势力较小一些的资历翁和加尔文主义教派 在斯坎迪纳维亚 法国和西班牙 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运动 帮助他们实现了民族统一 而在德意志 却只能使之进一步分化成为 以宗教划分阵线的若干个邦国和城市 导致不同地区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 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巴伐利亚公爵 阿尔布莱西特武士 他是1550年至1579年 作为天主教派的强有力领导人物 既有坚决实行特兰托宫会议决议的热情 又决心增进巴伐利亚自身的利益 1582年 科隆大主教兼选侯 杰布哈德 特鲁西塞斯 逢瓦尔德贝格改宗新教之后 似乎天主教派将在选侯团 失去科隆这个重要的席位 大主教区的居民可能也将被迫改宗 但是前陈者威廉武士接替阿尔布莱西特武士 担任巴伐利亚公爵之后 立即与西班牙结成了盟友 发动了1583年至1585年的科隆战争 把新教徒从科隆驱逐了出去 战后 威廉武士年仅29岁的弟弟恩斯特 成为科隆大主教 虽然按照教规担任此一职位置 必须年满30岁 不过 恩斯特这时的教会生涯 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 他1566年担任弗莱辛主教时 年仅12岁 1573年 他得到了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区 1581年 他又得到了烈日主教区 虽然恩斯特经验不足 生活方式奢侈无度 但是 由他执掌科隆大主教一职 有利于统治巴伐利亚的 威腾巴赫家族的正直与领土利益 更重要的是 战后的德意志西部大部分地区 仍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因此 罗马教廷愿意接受这一结局 不过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 在德意志西部地区仍然保持着一些重要的据点 帕拉丁大公约翰卡西米尔在巴黎期间改信了加尔文教 此后海德堡大学变成了加尔文主义在德意志地区的中心场所 宗教学家们于1563年出台了海德堡问答集 用129道问答题的形式 阐述了加尔文教派的基本原理 至于其他信奉加尔文主义的邦国 则大多位于帕拉丁或加尔文教派荷兰的邻近地区 但是也有两个重要的例外 一个是黑森凯塞亚 另一个是布兰登堡 在布兰登堡选侯约翰西杰斯蒙德 于1613年改宗加尔文教 但他无法让大多数层民效仿自己 这些加尔文教派的邦对反宗教改革浪潮深为忧虑 担心会对德意志的新教徒进行一场 类似于法国1572年那样 圣巴多罗马之夜市的大屠杀 圣巴多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 因此结成了相互援助的同盟 加入到反对帝国的势力一方 与之不同 路德教派则不大把反宗教改革运动当作什么严重的威胁 而是相信 只要强化了皇帝的权威 宗教合约便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加深了德意志内部的政治分裂倾向 还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 建筑风格上的区别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弗登堡公爵兼主教 丘利斯、埃希特、梅斯布鲁恩、萨尔兹堡大主教沃尔夫、迪特里奇、冯、赖特纳等势力不熟的天主教帮军和主教们 在反宗教改革时期都把自己的陈业变成了巴洛克风格的华美建筑物的汇聚之地 但是其他天主教派领地则较为节制 比如摩尼黑的圣米歇尔基督教堂便显得相当朴素 至于这一时期的新教徒派建筑 则秉承了资翁利和加尔文倡导的节俭美德 很多教堂其实只是简陋的会堂 究其原因在于这些教堂的主要用途是不道而非盛世 只有德意志北部地区由于深受物质繁荣的荷兰人的影响 建筑物在保持简洁风格的同时 加了某些装饰和色彩铺排 比如艾姆登的新教堂便效仿了阿姆斯特丹的诺登德科克教堂 需要指出的是路德教派并不像归政教那样 打破了一切宗教旧习 该教派保留了老教堂中的装饰精美的祭坛和绘画作品 又增添了一些表达其宗教理念的新画 信奉路德宗的帮军与天主教派的领主一样 基于重新构想自己的陈业 建立起高损的新建筑物 以展示自己的权威与财富 例如 16世纪中期由布伦瑞克公爵 丘利斯重建一新后的沃尔芬比特 便堪称路德教派的维尔兹堡 17世纪初期建造的圣女玛丽教堂 居然及戈德式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 巴洛克式等种种建筑风格于一体 是路德教派的第一座杰出的宗教建筑物 由于该教派非常重视学者的地位和作用 布伦瑞克的沃尔芬比特公爵奥古斯特 在1666年及其去世的那一年 建成完工了一座宏伟的图书馆 藏书图达到十万册以上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期的德意志 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但在绘画和雕塑方面却大幅度的萎缩 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许多新教徒的精美艺术作品 不被社会所接纳 此前的16世纪初期倒构成了一段 艺术领域的黄金时代 迪尔曼·里门·施耐德 大约是1460年至1531年 维特·施托斯 大约是1450年至1533年 他们的杰出雕刻 容哥德式风格 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与异炉 洋溢着震撼人心的力度和美 马提亚斯·格里内瓦尔德 他是1455年至1528年 所作的伊萨汉姆祭坛画 包括耶稣的择行 圣母领抱 耶稣复活 圣安妮的诱惑等等 是世界祭坛画中最生动的作品之一 阿尔布莱西特·阿尔杜夫 1480年至1538年 擅长宗教与神秘题材的绘画 画风细腻 栩栩如深 值得一提的是 他是欧洲第一位 存以自然景观为创作对象 画上不着的一个人物的画家 特别指多脑和风景 在所有伟大艺术家中 阿尔布莱西特·丢勒的成就最突出 其创作内容包罗万象 深于响彻国内外 更年轻一代的汉斯·赫尔拜英 1532年移居英国时 即以其生动的写实风格肖像画 展现头角 与阿尔杜夫同属多脑和画派 等这个卢卡斯·克拉纳赫 在定居维腾贝格担任萨克森选侯 智泽弗里德里希的宫廷画家期间 为马丁路德这位宗教改革家 创作了大量的肖像画 他晚年作品的虚实特点 显露出娇柔造作的一面 德意志画坛到了16世纪中期出现了衰退 部分原因来自经济因素 曾然德意志的诸侯 不论是天主教派还是新教派 固然能够拿出大笔的金钱 言请圣名一时的来自意大利 或者法国的艺术大师们 例如巴法利亚的鲁道夫二世 就对朱斯佩·阿奇姆·波尔多 这位米兰的样式主义画家 青睐有加 鲁道夫在赫拉斯钦城堡的宫廷 不仅是风格主义 艺术的重要据点 即接纳了蒂古·布拉赫和约翰·内斯·开普勒 同时也汇集了形形色色的詹心家 炼金术士和其他大言不惭 七名道士者 问题在于 不同类型的画家 则是在荷兰正得到蓬勃的发展 而在德意志 由于画家们无法从资产基因那里 获得必要的经济资助 为生计所迫 他们只得像路边的小贩那样 为客人画几幅肖像画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 仍然是用拉丁文写作的 只是那些信奉新教的地区 为了使作品能够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才开始试图使用当地的语言创作 至于天主教地区 不仅认为拉丁语是一种地位更高 更合乎教养的语言 而且把根植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高地德语 就是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地使用的标准语 原来是德意志中部、南部方言 把这种高地德语与新教主义画上了等号 而这种偏见将对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 例如 大多数德语文学作品是新教徒创作的 其中许多作者都是新教牧师的后代 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又如直到今天 天主教地区的居民所说的德语 往往仍有一种方言 而不是标准的德语 音乐受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非常之巨 虽然加尔文认为音乐容易引发人们的淫欲 因而予以抨击 但是路德却把音乐视作上帝赐予人类的最美妙的礼物 并使其充分服务于宗教领域 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作曲家 海因里希·许子 他是1585年至1672年 就是一位新教徒 他只创作僧乐作品 其中大部分都是僧乐 他曾得到萨克森选侯约翰·嚼治二世的资助 并于1619年在德雷斯顿担任了其宫廷乐队的队长 直到1635年 这位选侯因30年战争的开支 以无力资助音乐家们 许子才离开了德雷斯顿 而在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 音乐在天主教会却毫无地位可言 所以天主教地区基本上是世俗音乐作品 尽管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愿意出资 帮助音乐家 但是直到18世纪 信奉天主教的南方才会诞生出真正的作曲家 temps替养地者 再满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